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从我进来到现在做得满面 离开清华有快一年了 就在队过,我今天又一次回去了,把我住房的钥匙交给他们了,我拖得太忙了,没去交回去,很亲切,大概十个多月没去了。 然后碰到两个同学,一进来碰到我们的美食学院两个同学过来,有没有计划来呢? 我其实不希望你们来,为什么?我今天放的图片,你们可能都看过,我不能美丁大学。 然后这个同学想教了一个死心眼画画的,我也几乎没有当面教过他,可是他总是希望我能够看看他的画。 今年四月,我的退路级续编,在西单读书上下签售,他居然扛了一个,差不多跟这个桌子这么大的画布扛到西单上场,买我的书,孔子给我看。 然后今天来呢,他知道我的习惯,我原来在清华讲课,每年有大课,也在这么一个场合。 我经常不吃饭,拿个馒头就去啦,因为他今天给我买个馒头。 所以我说,我就在这吃,我喜欢吃馒头,我们那个年约,能吃馒头就很好。 我呢,真是,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在一个混在大学里头啊,这个很不自在。 每次给大学请去,总要讲个话题。 然后我总得问底下,你们是什么专业的? 然后说是哲学的历史,什么中文的,这都是我不懂的。 所以我必须要去想这个话题。非常累,然后讲的也很勉强。 大家一不好意思告诉我,讲的也没怎么样。 但是呢,最纽约稍微好的,就是讲纽约。 纽约不是一个话题,也不是学术问题,也没有什么文化问题。 纽约也没有多长历史。 那么,我正好在那儿住了十多二十年。 现在每年也还回去,我母亲和小孩都还在那儿。 那么,也在七年前吧。 出版的一本叫做《纽约手机》的书,是我回国以后第一本书。 那么,我为什么好意思谈七年前的一本旧书呢? 因为这本书的合同到了,那么据书士反映说, 推不及以后啊,别人还想看你别的东西,买不到你们的手机到哪儿去买。 所以我的这个出版社,广西吃饭大学出版社,就说这样子我们来出个修订版。 那我就很乐意,为什么呢? 当时我从来没出过书,我自个儿也不知道我也能做书。 那么这些年有点老牛子了,推不及啊,推不及去那边坐下来,我知道怎么配图片。 那我是个画画的,我出的是图文书,描到哪儿不然买张图,跟文字在一块儿对着看,我觉得挺有意思。 所以我自己就参与了纽约手机的修订版。 结果一做我发现工作量太大了,整个的纽约手机我原来写好了, 这个我也有点图片就完了。 结果一盘盘了两个半月 上个礼拜刚刚从山东印刷场回来 三百多张图片彩色 那么这个月底下个月初上市 我等于用图片把这个书又重写了一遍 那么我今天不会让大家看图片 因为我这个书还没有印出来 但我有点熬不住先给大家看看这个书的奉命 这个 这个就是老的纽约所记 吉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我的第一本书 20000年出版 当时不太知道国内有没有读者 印了三千五百本 我去签售的时候就卖了 出版社觉得印的少了 又印了两次 死后就断货 当时不太好看 我当时完全不懂 现在这个就是新版的纽约所记 但里面是假的 里头的书筋还在印 还在机器上过去 里头是我原来的一本书 做成跟对不起同样的尺寸 就是这个封面 那么 印学生会的同学要求 说是还放在图片 让大家有点感性的认识 那么我今天就弄个电脑 里面有点数码的照片 回头不花太多时间吧 看一下 但是在我开始说 所谓纽约之前 我先给大家了解 一个关于纽约的故事 这个小故事小人物 在索记里头没有写过 我有个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当你在写你自己 在你自己居住的很长久的一个城市 一段生活 有一点要克制 什么呢 就不要多谈你自己 不要多谈你自己 所以大家如果有一天看到这本书 发现我很少写到我自己的生活 也很少写到这个 纽约日常的 大家可能想了解的生活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个城市作者 我不会写这个城市 我里面大部分 还是写在纽约的艺术上 给我的一些印象 那么通过这些印象 包括人物 带出一点我自己的生活 那么现在当着大法院 可能可以说一些 就是在纽约的日常经验 那么我要说的这个 第一个小故事 就是纽约的市长 北京市长现在是谁啊 王岐山 王岐山 好 这个中国一任市长是十几年 我是1982年去了 到00年正式离开纽约 回到中国定居 那在我待在纽约的十八年里面 我经历了三任市长 同时三任总统 总统的是华盛顿的事情 我去的时候是里根 后来是布什 老布什 然后去冰等 然后在我走了以后 小布什上台 三届总统 那我在纽约的时候呢 三届市长 我刚去的时候 我领教了这个民主国家 和民主城市的市长 是什么样子 第一 波德华市长 被华人翻译成波德华市长 英文叫Mayor Koch 一个老男人 单身 可能是个同情练 为什么 就在我去 纽约那段时间 同情练已经得到 政府和社会公开的事情 所以我每年在电视上 看到六月份 郭德华市长 为首带领 两个手做出这个动作 带领 几十万游行队伍 从第五达到出发 每年都是这样 郭德华市长 跟纽约二战以后 很多总统一样 就越来越带有 民主政治的 种作戏的成分 是一个非常喜欢演戏的人 所以在他下台以前 电视台就访问他 说你下台以后 打算干嘛 他说我想拍连续剧 想拍连续剧 连续剧的拍场 可能因为太老了 还是没他合适的角色 我就忽然在电视上 看到他拍减肥广告 拍减肥广告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张脸 每天会出现在电视上 当时这样的时候 下台以后 休息了一阵 一家我出来了 出来 刚刚洗完澡 很性感 非常肥硕 然后裹了一条浴巾 他说我告诉你们 要减肥最好的办法 洗完澡 跑到镜子面前 然后看一分钟 对自己说 That's awful 我说过英文 都那么丑陋 真难看 对 所以 他就做过这个广告 被我看到了 我不是很看电视 但给我撞个两三回来看 That's awful 我一看的是郭德华 那么 第二任市长是谁呢 Dickinson Dickinson 是一个黑人 美国黑人 非常骄傲 我们终于选出一位黑人做市长 但是当了四年他就下来了 为什么呢 在他当市长期间 黑人太高兴了 犯罪率直线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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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劫杀人 这个 这个 回头我会谈到 我所认识的一个 画家朋友 在娘在纽约的 马路上 被人一枪打死 一个非常有才华人的 技术长 我等会要忘了 所有人提醒我 我不会讲演 经常想法都忘记 第三任市长 非常有意思 一直干到我 200年回国 这个 谁呢 叫Giuliani Giuliani 你们名字一听 了解西方姓名的同学 可能会猜得出来 他是地中海那边的人 是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 跟中国人一样 很早就移民美国 而且在纽约 专门有Chinatown 和意大利城 Littleton 就在中国城的隔壁 当中隔一条街 叫运河街 Canel Street 我去的时候 这个 楚河汉街 清清楚楚 这条街的这儿 那边是意大利城 那边是中国城 等我回来的时候 意大利城 差不多全部给中国人 餐食 全部是中国人的 这个 饭店啊 菜 卖菜的摊子啊 温州人啊 广东人啊 在那大声说话 意大利人慢慢走了啊 几十年留下来的老酒吧 老茶馆 什么这种 披萨店 都吃了 这个 但是呢 他们里面诞生了两个人 一个是著名的黑社会同志 名字我忘了 一个是著名的 朱利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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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在美国长大的 朱利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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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难就是就业率提升 就业率提升在我这边得到它一个负面的影响 我在书里面写到的 就是我在纽约Times Square 就是时代广场一个画室 因为Juliani的强力整顿 我们画家在里面租用的廉价的画室 全部泡汤 我们这年走吧 但是对纽约来说 那是好事情 因为它整治了纽约 最败坏的一条街 充满犯罪和色情 我那条街全都是流营出没的地方 而且所有成人文化 三个X的电影院 三个X的那种杂志 成人杂志 都在我画室那条街 败落 败落以后呢 一个城市拿不出钱来展示 大家要知道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 到处都是工地 随时能够盖融 别的国家很难动 那都是私人的产业 不能随便建设的 所以那条街败落了二十多年 到了朱利安尼上台 终于强力整顿 弄到了迪斯奈乐园的资金 强力整顿 那么这个故事 我写在纽约手机里面 叫我的画室 我告诉大家 整个过程 我怎么进了这个画室 怎么又被连出来的 和其他几十个艺术家 但是我感谢朱利安尼 朱利安尼一个表率 就是一个民间出来的人 一个外国移民者 他怎样可以在自己成长的城市 拿出手段 给这个城市带来安全 那么他遭遇到最大的一个考验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2001年 他将要下台以前 最后一任 911事情爆发了 911爆发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过选 大概在任上还有一点点时间 也就是年底一段时间 结果他再次成为英雄 为什么 就是他的行政能力 他的果断 黑白两道锻炼出来的那种治理难力 可是他自己也无法承受 你再有办法就业 再有办法治犯罪 可是世界上没有人遇到个911 所以他后来讲了实话 在电视上对大家讲 他说在那些日子 我的车队 我的保镖跟着我 全程到处走 每次晚上走到哈德逊河边 因为纽约就在哈德逊河边旁边 我就叫他们停一下 一个人跑到河边 在那里大声痛苦 压力太大 压力太大 你们稍微想象一下 三千多人死亡 整个城市弹循 整个单场下城区 被封锁半年之久 海军陆战队全部占领的地区 被这个恢复 而且随时还要怕 射击 所以作为一个市长 非常非常有压力 那么这是纽约 全身而退 现在 再次出山 他有个嗜好 我在对不起序边写道 哪位看过可能会注意到 他有个嗜好就喜欢扮成老太 扮成一个 非常妖艳的白人的老太 戴上金发 然后涂上口红的 这个胸口变起来 就是出现在电视家 或是大街上 跟他的选民斗着娃娱 喜欢艺装 但他不是同校园 没有看到我反对的 不知道为了什么反对 他就是好心好气 跟他们对 那么 最后一任市长 我也已经走了 可是我每年回去 我还得看他的电视 这个市长很有意思 他名字不好念 不容易翻译 叫Bronprin Bronprin我不知道 翻译中文怎么说 Bronp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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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话家叫Bronprin 他叫Bronprin 我念了很久才念会 这个人是一个大公子 公子哥儿 家产亿万 美国家的人非常多 就是我想从政 我想当市长玩一把 他就竞选 然后成了 一看就是纽约上流社会 有那种资争旗带有钱 那么他的政绩 我不清楚 因为我已经不在那儿生活 然后他怎么接 这个朱利亚丽这个摊子 怎么解决921的善后问题 我也不清楚 就以他这么一个副公子 有一点是他的优势 就父公子通常心和善 非常会施舍大家事情 但有一件事情 让我印象很深 大家知道他的年薪是多少 有没有人说过 有约市长的年薪 有没有人知道 他的年薪是一美金 年薪是一美金 为什么呢 第一 他说我为公益服务 这是美国 我不知道宪法规定没有 就是说我不要公子 但是呢 从国家的方面来说 你服务国家 你出来当官 不能没有公子 他OK 给我们换钱 但这不是第一个人家 不是第一个人家 纽约有一届总统 也是一个富家之地 他的公司就是一美金 好像在二在一起 非常有意思 那么这个是四位市场的故事 第二个故事 我就讲讲黑社会 纽约的黑社会 纽约的黑社会 我自己从来没有见过 或者说我经常见到 因为在马路上穿着西装 四五个人同时收张票下来 经常见到 但我不能说那就是黑社会 就是电影上去看 是吧 但是我亲自认识一个人 他是谁呢 是一个华人 一个中国人 我曾经在这个推不及序边 有一个关于他同情恋 他就是一个同情恋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美国文化机构里面 唯一的亚裔面 跟李安琼都比较好 然后咱们中国的 侯宝林拉 雷宝琼拉 所有文艺演员 到了纽约去拿奖 都是他安排的 他就亲自 目击 就排差一分钟 他就会被黑帮打死 为什么呢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大约跟黑帮有什么纠缺 那么他那天正好 在那个朋友家里 听到外头有人敲门 他就去开门 结果刚打开门 这个三把手枪同时对 幸亏那个开枪的人 稍微看了一看 本来是打开门就开始扫射 就看了一看完全不对 不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 但是呢枪已经响 枪已经响了 他也躲得快 他是学金剧的 动作特别大 躲开以后冲进去 冲进去 行刑式的就把他那个朋友 他的朋友坐在办公桌上来 行刑式的一枪打死 我就跨在这儿 然后留下他的寡妇 留下他的孩子 我都很熟 都见过 这个是真的事情 第二个事情呢 还是跟中国人有关 就是 这种中小型的饭馆 包括一部分大型饭馆 走进去 全部都是镜子 一进去 就这一面面 全是镜子 然后写的餐馆非常大 我很久不明白 这镜子是干嘛的 结果里头的老同事告诉我 这个镜子放的呢 就是黑帮在那儿聚会的时候 随时注意门口 有没有人进来 可以及时逃脱 比如说我背着门 我跟你谈话 我随时会看这个镜子 我知道谁进来 而我在纽约这么多年 经常报纸 我不能说隔三差五 但是 差不多每年会有一次到两次 就是报纸小灯 福建哪个邦 跟广东哪个邦 或者温州哪个邦 恰恰 就在哪里哪里 哪个饭店 有时候会忽然 不由我昨天下午 还在那儿去看 因为晚上来去 我就撞到那一回 那么 等到我亲眼看见 有一次黑帮枪击 这非常有意思 我哪天要把这个情形写下来 就是在我居住的附近 有一家中国餐馆 我去接闺女下学 经过那儿 经过她的后门 就发现一地的 就跟玉米那样的玻璃碎渣 那个玻璃碎渣 是一枪打过去 它碎掉以后 不是像我们家不规则的碎 它碎得很均匀的 像玉米 玉米渣一样 然后有个男子 睡在那儿 叫什么 也可能是高 我不懂 一地非常均匀的散开 然后在玻璃 玻璃这个高华玻璃当中 就躺着一个青脸 躺着一个青脸 脸色大概 大概就跟这个脸色差不多 就是铁青 真是脸色铁青 就勉强把手指着这么抬起来 非常无助地向街上任何人看 就求救 但没有人过去 没有人过去 紧急电话已经打了 我站在那儿看了一分钟左右 非常快 呼啸而来 就那个救护车就快了 过了以后 那只美国的救援人员 这个训练有素 男的女的 小伙子小姑娘 几下子就把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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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到单架上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她被击中的是要害 就是她的胯下 她的生死气 被全部打烂 所以立刻解开她的裤子 那一块全部 全部是血 全部是血 然后她抬过我面前 上车的时候 就发现她那个手在那儿抖 就不停地在那儿抖 眼睛还在看来看去 神智完全清楚 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 最后自家方店就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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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关掉了 那么 那么我还是没有见过 真的黑帮 结果我有一个朋友见到 他说太有意思了 完全跟电影里一样 不说你不相信 谁呢 也是北京的哥们 北京哥们 我不说他姓什么 他的名字叫Peter Peter 这很普通的一个名字 就叫Peter 他做做做做房地产的 他就告诉我 他说哎呀 这个太有意思了 他说这个这个 电影里没有没有夸张 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 他在我们居住的那个区域 好不容易圈下了一块地 这个地大概也就不比这个礼堂大 多少 可以造两栋别墅 那么美国的房地产系统跟中国不一样 就是你把这块买下来建立 这过程我不了解 但是等你在这一块 基本上就是用 用那个党板围起来 说这将来要变工地 马上遇到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 就是当地的黑社会 小痞子来跟你闹 闹什么呢 其实也很有道 就是你哥们既然在这儿 要发财 要造房子 我们这帮小黑兄弟也得雇用 其实就这点要求 这他没有料到 他刚从北京去没多久 他九十年代末才去 非常会做生意 已经做到能够在那儿 骑小楼 可是他不知道这个规矩 但是幸亏 他在一个party上 认识了一个意大利的飞老蛋 这飞老蛋非常喜欢他 大家在电影里看过 飞老蛋都是非常慈善的 空间搭配 Peter Anything I can help you Just call me 他就留了个电话号 所以情急之中 他就给那家伙打电话 非常快 他说真的 只有十分钟 那个人在纽约西非常快 立刻打给他纽约的哥们 然后他十分钟以后 他就看到一辆黑色的房车 最快的速度 就是开到他们的区域 然后四个门同时开 四条标形大喊下来 他说完全跟教父人一模一样 只要只有Money的西装 穿好 墨镜戴好 都是很标志的小伙子 一米八几 Who's the Peter 他马上跑去 我就是Peter Who's the guy 这个家伙在哪里 然后旁边的小病人正在那 You 然后讲好 几句话交代 我们老朋友 这边是他的地方 你们回去 马上就上车 前后不到三分钟 他说 上次的电线 一点事儿 我还是看完他盖住了 这是2002年 这就是纽约地面上的盛态 三个小布置 接下来呢 我放一个小的图片给大家看看 小的图片给大家看看 看完咱们就说正题 其实我也没什么正题 回头要是七七图工客 猜色哪里 这是红色 不是 dense 我去拿给大家自己看传 你看到吗 我送到下面来给大家看 大家传着看就知道 看 看出来是谁吗 正在传看的这个明信片 在纽约的大街上 到处都能买到 七毛五分钱到九毛五分钱 很紧张 这张明信片上的是什么呢 就是 希拉丽正在 给克林顿打屁股 克林顿全罗比 正在打屁股 为什么打屁股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克林顿跟莱文斯基 这个稍微有点事 这个媒体都弄出了 那么美国民众不放过一个机会 向他们的领导人表达亲密感 大家不要误会 这是在攻击领导 不是的 每一届总统一上台 所有的明信片片 都会显出各种各招 就是把他们的形象不是脱光了 就是置于这种情况下 这是什么呢 这是表达人民爱总统 总统选上了 然后开始屁股就落水了 他心中暗示 说明人民喜欢我 看得起我 都开玩笑 所以我刚到纽约的时候 吓了一跳 为什么 我在那个卖连性片的这个店里 突然看到李登在妓院里 什么衣服都没穿 正在跟一个妓女做爱 可是他的太太就在旁边 孝敏宁的在那看 我记得吗 不像话 所以我发现所有店里都有 而且还有各种版本 以后等到老故事上台 克林顿上台 就每一届都遇到这样的事情 给他们开玩笑 所以这个 玩笑是从哪开起的 我不知道 反正纽约是一个大本人 经常有人干这样的事情 那么 小花絮大约就说这些 那么说到我 因为题目已经规定了 纽约纽约 关于所记的所艺 那么所记的内容呢 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 我就大约说一下 就是 我和我们这些 出国的中国艺术家 跟纽约的一个关系 那我想第一个关系呢 当然 就是我们跟艺术的关系 我们当初出去啊 不知道会定居 也不知道会在那 安家乐业 都没想到 非常简单的一个目的 就是去 看美术馆 去拍演技 去学习西方的 大师的绘画 1980年 这种愿望 是非常强烈 我不知道现在的青年 学艺术 是不是还像我们当年那样 比较渴望书学 二 二 六 请 请 黄叔在哪里 陈一飞大家知道 陈一飞大家知道 陈一飞比我早两年去 1980年去 她到了纽约以后 她告诉我 她说我到机场 五个箱子跟着我 举目无情 没有人来接 不会打美国电话 不会用美国钱 在那儿看着车花花的开 完全不知道钱总在哪里 所以大家不要看她后来 好像很疯狂 变成了美国美国人很有钱 她是哭过来 完全这么奋斗过来 那么我们所有人 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这是80年代的故事 90年代好多了 为什么 从大陆出来的人 开始有大陆的朋友 同学亲戚去接应他们 你们看过 北京人在纽约 看过吗 这个姜文演的 等到连续去结束的时候 她已经到飞机场 去接冯小方 同学刚办一个另外一个 刚到纽约的北京哥们 直接就把她拉到家 这已经好太多了 那到了现在就更不用说了 所有的中国 就是美国的城市 都有大量的中国居民 然后一个扯一个 大量的把他们的亲属朋友 拉出去 所以现在到纽约 要得到非常强的 异国感 漂流感 不太可能 还有一条 非常具体 就是中国开始强大 中国开始现代化 我92年回来的时候 洗个热水澡 非常困难 现在差不多家家户户 除了农村 城镇 小镇 比较贫穷的 这个家庭 基本上 纽约能够有的生活 所以大家现在在到纽约 不太会惊讶 很多人去过就想走 没什么了不起 就想回来 我不知道周围会怎么样 但是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 在80年代初 所以我们怎么活下去 没有人发黑色 那么美国的文艺界 跟中国相比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 美国没有宣传部 美国没有广报 美国没有美术家协会 美国没有化院 但是美国有美食学院 美食学院不关你饭 不关你住 你交了钱要来上课 上完课 你住哪 你晚上在哪 吃 跟学生无关 你自己想办法 所以没有任何组织 机构 单位 能够来理睬一个 不会讲英文 高高层的中国人 这是我们所有人到那儿 上的第一课 上的第一课 第二课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 所有美国艺术家 跟我们一样 一模一样 都是一个人 不属于任何组织 不属于任何单位 没有一个地方 给他们发生自由 为什么呢 很简单 今天你要画画 是你自己要画 没有人向你画画 是吧 今天你要做装置 做行为 你要做录像 你要做种种 掀起百怪的东西 是你自己要做 不是为人为自己 不是社会需要 完全就是一个个体 你想自由 不要想象 不要表达 你认为你有才能 行 所以这里面出现 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在美国 每一个人 断四月份 就要交税 就要交税 在那儿 如果当一个白领 公司会帮你交税 你的每份公司 是已经扣大 如果你是一个老总 你有自己的公司 那么公司 每个人要交税 那么还有一大群人 灰色的人群 什么人群 就是他必须交税 每一个美国公民 每一个美国居民 都要交税 但是交税分很多栏目 遇到像我们这一类人 很简单 就是你得贴写你的身份 这个身份呢 可能同学有的知道 就叫self-employed 就是自己顾自己 就是自由职业 那么根据这样的交税名单 我们才能统计 美国到底有多少艺术家 在我刚到纽约的时候 我所得到的统计 报上单了 是二十多万 二十多万 凭self-employed 自己生活 自己交税 那么又有很多政策 就是他知道你穷 知道你交税份税不容易 所以他给你一个下限 就是如果你每年的收入 低于六千美金 我的记忆可能已经过时了 但是八十年代的时候 九十年代又会调整 就是根据物价的差额 就是可能会慢慢高起来 就是你低于六百块 六千或者一万美金 你可以不交税 但是你还是要交税 怎么交税呢 就是你每年要下税务局 寄一份 你的收入和支出表 我每年都要点赞 我还要找半仕 就告诉你今年挣了多少钱 然后你花了多少钱 然后你不必交税 你只要在你的文本上体现出来 你挣的钱 低于国家规定 你可以不交税 还有很多很多出路 让你能够回学 那么这个是生存状况 那么我个人算比较幸运 就是我出国的时候 一个美国的画廊老板 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 看到我的西藏子画 他就找我 多人找我 然后人家说 这个人已经到你那里面去了 然后他又有多人找我 这样子 我很快跟他联系上 他就帮我办展览 我就免于把工 免于生活压力 从第一年开始 我就有收入 在画廊办展览 卖花 但是等到五年六年七年以后 我实在画的厌坊 我画不下去了 这个美院的同学 都听我说了好几回 我怎么办 我选择了一个中国画家 非常流行的一个办法 就是到大街上去画线 到马路上去画线 等于我拿个凳子 拿个板 回到天安门 回到王府井 就给马路上来画线 出路非常好 比我泰化有时候都比较好 谁去画了呢 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艺术家 今天在北京 艾威威 大家听说都没有 艾威威今年 弄了一千零一个人 到德国去参加文件大展 他也比我去得早 他一九八一年到九年 在八十年代中期 他就到街上去画线 他比我去得早 至于其他 各个美食学院 中央美食学院 浙江美食学院 鲁迅美食学院 西安美食学院 大批先后到纽约的人 最后都到马路上画像 包括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当然一般的画像 有各国 那么多到什么程度呢 多到中国在纽约大街上 给人画像的一支 素描大军 打败了各国艺术家 我们刚刚去的时候 马路上有哪些画像呢 苏维埃共和国的画像呢 流亡到这个美国 在马路上画像呢 我们把这样 经历这么弄下来 一看就是把西米安德烈的事情 在那画 或者这个 罗马尼亚画像 保加利亚画像 波兰画像 还有墨西哥画像呢 就各国的画像都有 里面当然也有台湾画像 相反画像都有 可是等到大陆出来以后 所向无理 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末期 大街上几乎找不到 任何画像的 其他国家的话 只有中国人 只有中国人 到今天还是这样 到今天还是这样 大家如果到纽约去 就非常壮丽的景象 你到中央公园 你到大都会博物馆 你到Time Square 你会在里面 如果你是美术学员 你会找到你的老同学 找到你的老师 找到你老师的老师 六岁多岁 也能让 那些 那么 我在那里 做了多久呢 我从1988年 把所有西藏的资料 锁起来 我不好意思扔掉 它是我的一个纪念 锁起来 我再也不碰西藏主题 我实在画反了 我就上街画像 88年 89年 90年 结果我画了三个手件 非常高兴 为什么呢 第一 收入没有问题了 第二 我由此 又恢复了写生 咱们画画的都知道 一天到我画照片 你会破织的 你必须写生 对一个活的人 一张脸 写生 第三 因为写生 我画到了全世界各 各种人种的脸 亚历安人 高卢人 俄罗斯人 斯拉夫人 拉丁人 伊斯兰人 当然还有很多亚洲人 这对我们画画来说 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明年 可能 我现在不确定 明年在今日美术馆 南三环那边 可能我会和两个纽约的哥们 这两个哥们在中国展示还没有出名 我非常希望跟他们一块儿办了展论 大家有一场高兴的记忆 我们三个人曾经都在马路上画了钱 同时又在坚持自己走的路 回家还在画自己的画的东西 我可能会把马路上画的一部分东西 明年在今日美术馆展示 不多 因为画的都换了钱了 但有时候你会遇到非常俊的小伙子 非常漂亮的小姑娘 一看从波兰 或者从西班牙来 她没钱 她省钱 她好多人攒钱到美国玩 但她其实很眼泪 她非常想画一张 我过来 你给我画一张 一张归我 一张归你 所以我觉得这么攒了一些画像 大家也说到这样子 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女孩 结果她说我外头是个中国人 我已经完全看不住她是中国人 就黑了 非常非常好 长得像个鹿一样 非常长 外头是个中国人 还是讲几句广东话 那么 就是我刚才说的 在马路上画像让我们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位画家叫林林 林林 有点多 你听说过她 漫画就是中国女人 哦 对 林林 林林是谁呢 林林是1978年 跟我一届 考上浙江美院的一个上海同学 这个家伙不卖账 讲话很凶 就跟当时的老师发生冲突 你们这帮官方画家 你们到里面都饿死 当膝盖 就得罪了老师 结果她被开除 当时任务大也开始 80年开除 被开除 开除以后呢 混了一段 她就到里面了 因为来了以后呢 很快就上马路上滑线 而且这家伙特别喜欢跟黑人在过往 她就住在黑人区 哈林区 大家知道吗 很有名的一个区 哈林区 她就住在哈林区 邻居就是黑人 然后T恤上面 还写着黑人歌 咬着死去 结果在1990年8月份 里面 就是苏联政变的前后 好像是8月15 她在画像 她的太太在旁边陪着她 陪着她 就有个黑人 当然喝醉来怎么着 就吃那个肯打鸡 然后吃那个土了骨头 就把她太太头上放下去 再土了骨头放下去 她太太 我们谁都知道不要人有黑人 不要跟她说话 她放下去打掉 放下去打掉 可连连在画像 她没看见这个事情 然后她太太实在受不了 就跟那个黑人伴随 她回过头才知道 发生一个事情 那么她当然学习方法 三十一二岁 当时知道 看你们这帮 这帮就是 就无用的家伙 怎么用了一个尘 那黑人生不想走掉 那么 因为一位事情过了 就回来继续画像 过了五分钟 这黑人来了 旁边其他画像的 中国画像 因为这个人又回来了 她就把画像子放下来 起身 回过身 就想跟她打 那她跟我是一代人 我们小时候唯一的反应 就打架 就放下来 刚才起身 当兄一枪就打死 非常快 整个过程不到半分钟 就打死 打死以后呢 当然我们是兔子无配 所以我们所有在马路上画像 包括所有其他城市的中国艺术家 非常愤怒 非常愤怒 然后就在一起 做示威 抗议 进法庭 参与了整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 我就写在我另外一本书里 叫 音乐笔记 我还阴阴的那本书里 我曾经在介绍 Broadway 就是台老会 音乐剧之后 提到的一件事情 我们怎么在AmSquare 上游行抗议 那么 后来我才知道 一个非常痛心的事情 就是 林林被谋杀 上了纽约史报 上了洛杉矶史报 上了芝加坡史报 被认为是一件 非常重大的新闻 一个中国艺术家 在纽约街头 被暴力 伤害 致死 可是 我才知道 这是 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在那一年 纽约公安局公布的名单里面 被枪打死的人 一共有一百次 一千三百多位 一年里面 这个林林只是 一千三百多位之中的一个 仅仅因为他是艺术家 他从中国来 所以他才会被媒体这么做事 其他一千两百多位 没什么受到处 就给打死 这也是纽约志安 所以 因为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大游行 我当时在Times Square 有一天看到下面 忽然就是 七百辆车在那 同时高声乐喇叭 我就赶紧去看 一看是什么呢 就是 所有纽约的出租车的司机 在抗议 纽约的出租车司机 穿的都是 就像那边的男同学 的黄衣服 先黄先黄衣服 每天所有出租车都是纤黄色 鲜黄色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42街 第五大道 第六大道 一路下去到 到当场 上万辆出租车 两排 两排 两辆两辆 这个过程一排 缓缓地往下排 是什么简匠 他们为什么 示威游行 就是出租车 暴力非常厉害 就是吸毒者 罪犯 上了车 就抢出租车 然后就杀了 那么光是出租车司机 在纽约 死于暴力 每年的人数 也非常多 所以积攒了很久的 一个愤怒 要跑做 要纽约这样的治安 也就是说 我刚才说的 那个朱利亚里 还没有上台的时候 就发生过这么一个 庞大的模型 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 这个下到路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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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下地铁的时候 还有一些出租车司机 非常穷的 可能是刚刚从国外来的 谋生 开车 没有介入巴东 开过那些游行队伍 就是司机都会把车窗摇下来 朝他们吐头 意思是你 你也是出租车司机 你背叛我们 你不加入我们 非常有意思 我刚才很感动 我既同情游行的人 我也同情游行的人 依然在进行的人 大家都不容忍 所以这个是 我在纽约 生活 看到的一个生态 看到的生态 我们对纽约 可能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印象 通过好莱坞 通过电影 大家现在看电视 HBO 电台里面 有很多电影 是关于纽约的 可是一个真正的纽约 跟我们今天的社会一样 就跟你们将来毕业一样 第一件事情 是军牟生 安生立命 第一件事情 是安生 生存 此外 此外 才是哲学 才是历史 才是艺术 你们将来都会面对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已经一部分 市场经济 一部分资本主义竞争机制 已经引进来了 那么 还是回到艺术 我看看这个 这个能不能顺利放出来 就是 我完全没有想到 当我到纽约去的时候 我会看到这么多 非纽约的艺术 非美国的艺术 古今 中外 什么都有 一下子就打开了我的眼镜 那么在纽约索记里面 我可能 篇子最长的一篇 就叫回顾展的回顾 回顾了我在纽约看到的 五十多项回顾展 古今中外都有 其中 有四项展览 是关于中国的 可以略微的说一说 非常有意思 第一项 警救中华 这项展览 在座的同学都看不到 为什么 所有展品来自台北部 台北部 台北部 在国民政府撤退的时候 拿走了中国最好的北宋绘画 和大量经典 虽然咱们现在的北京部 还留下很多 有一大部分非常重要的东西 在台北 那么他们在1998年左右 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展览 就把台北故宫的重要藏品 拿到纽约在大都会投入网站 在展出前 报纸上登了 蒋宋美龄坐的轮椅 去看 也登了海军陆战队 护卫这个珍贵的藏品 从海关进入美国 我写到的这个展览 那第二个展览很有意思 也是跟中国古典文化有关 但是名堂也大得多了 叫中华文明千年 从杨绍文化 冯山文化 这个 几千年前的东西 一直到清末 全部拿过去展 在哪呢 在大都会博物馆对过 古亨海 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 产品也非常丰富 那么 这两项展览 还不是特别习惯 为什么 在纽约你可以看到 世界各国非常珍贵的古典艺术 远古艺术 比较珍贵的下面两个展览 就是 199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绘画展 它的定点是什么 从1900年到1986年 展出了民国时代的 左翼目刻和早期油画 也展出了1949年以后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受到苏联影响的 那么一套政治宣传的大油画 再有点展出 那么再一项展览 就很有意思 就叫 中国前卫艺术 我不知道在座 除了美式学院的同学 有没有哪位同学 关心过 中国的当代艺术 前卫艺术 有没有哪位同学 我认为这些艺术的社会,那是周青棕老师的学位上记录。 周青棕老师,周青棕老师可能也想要成就。 今天已经来了。 这个展览非常有意思。 这里面出现了目前在中国和国际上非常重要的实验艺术家蔡国强、张环、徐斌。 这些名字美术界知道,其他学科知道吗? 这些人不容易,这些人满地中国政练。 你们就知道运动员,知道刘翔。 其实在世界范围,当代艺术,人文艺术这方面,这些人非常重要。 就是蔡国强、徐斌、黄永斌、古文达。 这是比较老一辈的,跟我这个年纪。 然后再往下,也有一些人。 那些人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在西方弄人。 这些年下来,已经变成西方高度承认的一群中国当代艺术家。 在过去西洋人的眼里,中国人就是黄松游人籍。 可是这些人扭转了西方的看法。 因为冷战,西方一直认为中国只有宣传艺术,像斯维埃。 但是他们告诉大家,中国还有当代艺术。 对于这个展览,我也写不了。 在我的纽约手机里。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稍微放那么紫。 象征性的放一下。 我这里,你们不要看那么多片。 在青马里面,你们可以看到。 飞艺术啊。 太大了。 严格国陵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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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院的学生能告诉大家吗?这是哪个国家的艺术? 你看他的眼珠是真的,就是用玻璃做的。 谁搜搜看? 我们一天到晚要走向世界,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很多民族都有这个渊源流藏,都会接到几个大陆的名义。 说出来可能谁也想不到,这是阿富汗的意思,阿富汗的意思。 但是你也没有完全说错,在罗马人曾经有一度,在公元一二世纪走路,曾经一直打到远东,印度的艺术受到罗马艺术的影响。 当时中国是汉代,所谓建陀罗风格,跟印度原先的作风是不一样的。 那么阿富汗在印度呢,还要靠西域的,所以它都受到这个西域的影响。 这是法国人的东西,高卢人。 这是法国人的东西,高卢人。 位置里的东西,高卢人。 那么开心着ライゅ Knowanging &그래픽 than Cheapkinsyer, 这是赌尾声的咖啡,就是明四家文紅色的文。 是 stimulante Talk会,吸引 hat多 cord彰虏, 你能iye看多? 是 频道并非在国家。 就是想在這裏 怎麼會在這裏 但他真的在那裏 這是剛才的國話的全部 這幫哥們在這裏 四面後 放在那裏 看書 他問 談哲學 談這個改革開放怎麼弄上去 好 咱們來玩現代藝術 這個話我是到處給你們看的 就是乾隆皇帝 這樣來 就是當年的經驗 巨長的一幅 至少從那個門到這裏 大概這麼高 有些講台這麼高 長卷 是什麼呢 實際上等於當時乾隆皇帝 康熙皇帝 視長南方的大型文獻記錄 今天是不是攝影還沒翻臉 所以中國人已經知道用長卷來做的事 今天中國故 老百姓正在做生意 馬路上亂跑 注意一下 看到嗎 道路封鎖了 道路之後橋不能過去了 橋不能過去了 這是什麼呢 這是這個 現在叫做武警 還有武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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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各個角落去羅 齊齊大招牌 不要去看 這個院子你在幹嘛呢 看到沒有 官兵在外面 看到沒有 外面流水殘殘殘 音歌業務 然後皇上要來了 以後在支部 姑娘在支部 梁家婦女 在支部 梁家勒 勒陶陶陶 在支部 每院同學都看過了嘛 小焦看過你嗎 看過 還想看嗎 我去為他們一幫忙 你想看也不幫忙 在支部 然後橋底下不封鎖 橋底下還是老百姓還在那兒亂丟操子在那兒 那種閒散人員 忙流人口 哦 開放了 開放了 這條橋還沒有封鎖 它的場面太大了 整個城市 什麼都有這兒 都是糧食店啊 什麼醬油店啊 固店啊 什麼船航啊 什麼 everything 你看 這兩個官員 科長還是處長在那兒 盛查明星 在那兒看 好 文工團員來了 本大學生會演唱隊 什麼舞蹈隊伍 都坐在裡面 向實際大建理 衛冥湖 衛冥湖 衛冥湖是不是說弄這麼一個船 開開麻煩的圈 笑花 笑花笑樹 再放一個古代的圖畫 再放一個古代的圖畫 就是露夷王朝的笑花 露夷王朝的笑花 露夷王朝的貴族小姐 是小房間 不知道有沒有一看 怎麼在這個地方 露夷王朝哪個貴族大概沒落了 那個房子裡頭 家具整個給搬過來 這個地方非常不起眼 這麼小的一個門 北大清華的石旁都比他們大多 就像工水房一樣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現代博物館 現在 2003年剛剛落成 在哪裡呢 在紐約西 在紐約的郊外 對面另外一個州 開車開了大概三個鐘頭 背後是大山 前面是大河 一條大河 旁邊是這個 這就是它的入口 中國呢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吹的這個風 什麼單位都門口弄得巨大 都是弄得這個 反而是什麼 什麼國務院單位一樣 實驗一個什麼地方 人民大學 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大的要命 一點不斯文 從前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小小一個門 人不會因為你門小看 看低 全世界最大的現代博物館 門口這麼小 我在紐約大概就到這麼高 你看這麼小一個地方 我給你看看裡面的空間 這只是裡頭上百個展廳的其中一個展廳 這是過去的工廠改建 這是過去的工廠改建 這是兩個活人不用說了 真正的雕塑作品在這兒 這個就是雕塑作品 我選了他另外一張圖在新版紐約所記 就是用謝 哲學系的同學請注意 哲學裡面有一排跟數學還有關係 我曾經有幸見過一個中國西南聯大 的一個哲學家 是研究邏輯和數學跟哲學的關係 叫王浩 哲學系同學裡面聽說過 金月齡的學生 那麼大家知道西方的數學和哲學 跟西方的藝術 音樂的關係非常密切 這個歌是個英國人 玩的就是這麼極簡的雕塑 跟線 但這個空間就被他切割了 太聰明了 結果很憂鬱 上吊死掉了 很了不起 有一台早上的太太可能下去吃早飯 爬上去看已經已經掉了 這個雕塑有多高呢 這是鐵做的 鋼鐵做的 這個雕塑大概 怎麼也得這個天花板這麼高 啊 我站在那兒大概三分之一的樣子 啊 這是 剛才那個博物館裡面的 一個 展聽之一 上打的展聽之一 這個是這間作品靜看 啊 這間作品靜看 這裡面也有數學 啊 也有數學 沒商量 就這麼一塊東西 高度簡潔 極簡主義 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曾經是西高人現代藝術 非常重要的一個特派 紐約自殺的好幾位著名的藝術家 都是重要的人物 啊 其中有一位叫這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加克遜 哈 我啊 加克遜 哈 啊 有一个抽象画家,叫Rascow,歌婉自杀,六十几节,我还去过他的故居 画的是抽象画,这个是古典音乐 这张画大家应该知道 这是谁的作品 对,你知道 还有没有其他同学知道 对,这个是杜上的作品,但又不是他的作品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达芬奇的《莫娜丽莎》 准确的说是《莫娜丽莎》的印刷品 再准确的说是《莫娜丽莎》印刷品的明镜片 有多大呢?就像刚才《克林传达》的那样那么大 然后在九十年前,一九一几年 这个杜上,法国人杜上就在《莫娜丽莎》那儿画了一篇胡子 画了一篇胡子,从此宣告 就是达芬艺术诞生了,观念艺术诞生了 我跟你开玩笑,绘画时代结束了,观念开始了 所以过了将近九十年,达芬艺术,这是华盛顿国家博物馆 这么小的一个明镜片,像刚才那么小,一下子扯成这么大一个图面 画了呢?这就是整个展览的一个招牌 那么这个楼是谁设计的呢?大家知道吗?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丁,贝利明,这就是贝利明设计的一个路口 以后整个听也是他设计的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再探计 这是纽约现代博物馆的入口的问讯处 问讯处,你在那儿问,如果加入会员,你礼拜只休息,今天开的这点钟 这些,就在这个地方问,上路是一个雕塞作品 这个楼呢,很有意思,这是美国很普通的一个小学校 废弃的一个小学校,在八十年代变成一个现代艺术中心 我为什么要拍这个呢? 就比较重要的一个记忆,就是1998年第一届中国前文艺术展 就在这个小学校里展出 同时,在这个小学校里还展出过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展览 就是斯大林的选择 斯大林大家知道,是俄国的一个独裁的领袖 那么,冷战以后,美国人就把斯大林时期的绘画拿到纽约来展出 我在纽约手机里面写到了这个展览 为什么叫斯大林的选择呢? 就是斯大林从1935年到1953年它逝世 苏联的全国美展设立的一个斯大林奖 所有选上的画,斯大林有一个奖典 那么,所有这些画,从1935年到1953年 选择了一下,拿到这个地方的展触 哪位同学有兴趣可以看我那篇稿子 问怎么看这个展览 那么,又过了几年,中国的前卫艺术就来到这个展览 来到这个展览 好,今天大约就放这些画 好,我关于纽约的介绍 大致就是这些 不知道下面还剩多少时间 咱们随便聊聊天吧,好不好 你们欢迎纽约还有什么感兴趣的事情 欢迎你们自己关心的事情 谢谢 陈老师 我受人要打乱 早晚就来当您的tour 好,先生 简单介绍一下 我属于是我在清华上一个课的时候 也出过这样的问题 05年的时候 那个时间也很长 当时就是先进文化 你提到过 先进文化 升旗降旗 当时其实也是有一点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之前也做过准备 但是可能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个状况 那么,刚才呢,我听到陈老师讲到他在纽约的这个生活 那么,讲到画像的时候想到一位您的老朋友 或者是老师,就是夏宝元老师 对,就是这个 嗯 你要我怎么 是林老师 是夏宝元老师 对,对,对 夏宝元老师呢 我在退部级和退部级续编里面都多次写 他跟陈一飞是同学 但是他是本科生,陈一飞还是预科生 他比陈一飞大两岁 那么,在我少年时代 十六七岁,十七八岁这段时间 也就是文革的一九七零年前后 他是上海被认为最有才华的艺画家 这个天天公子,这个长得很漂亮 这个人沉默寡言 但说话也非常风趣 那么,他的画跟陈一飞的画在文革当中都被左派否决了 那些极左领导否决了 那么,到了一九八八年 他也来到纽约 那么,当时他来到纽约也是非常忙人 怎么生活下去 那么,我们就劝他 我说你如果放得下 咱们就到空间里去画像去 但我知道刚刚从国内出来的人 心里上很难过这一段 我记得北大有过一个非常大的讨论 就是有一位北大的学生毕业以后 回到陈西,结果在那卖肉 电视上就是一再讨论 他该不该买肉 我记得父皇才有一个因素 一虎一气谈 他曾经为了另外一个大学生 类似的遭遇 展开辩论 一方认为这是对大学思念的浪费 是耻辱的事情 我们国家好不容易培养一个大学生 结果这个同学回去以后 弄不错 太多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北大的同学要去做 那另外一方认为 支持我们市场经济和我们社会观念 一个巨大的进步 就像过去那样 作为一种等级的思想 你成为一个大学毕业 尤其是一所明大学 你出来以后就非得怎样 为什么不能卖肉 为什么不能做任何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 出于正当的高尚的目的 就无声自立 那么我们在纽约我相信提前遇到这个情况 我们在国内已经是官方艺术家 然后有一点名气 到了国外 nothing 从零开始 那么这个时候 你自己走自己的路 自己承担你的选择 所以这个时候我想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时刻 如果我说夏老师 我们一起在门上画像是个原因 所以在1988年 我记得有一天早晨 我们俩就一块拿了凳子 就是把中央公园坐下来画画 他度过了 他放去的时候 有很多战场画 就是这样 他现在在复旦大学 在复旦大学做美术系的教授 刚才您提到在纽约的时候 您到89年的时候 我收取了所有关于西藏的资料 估计这个时候您又会想到 一个老朋友 就是魏景山先生 魏景山是另外一位重要的上海青年游画家 在文革期间 他跟陈一飞两个人有过一张著名的合作 大游画叫蒋家王朝的覆灭 周围如果到军事博物馆会看见 就是记录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 占领总统府 那个瞬间 很重要的一张画 1977年画成 那么由于两个人性格不同 这个魏景山 大家不太知道他 他有很多个人爱好 他是会拥抱画得非常好 他拉小提琴 他弹钢琴 家里面画满了他在纽约买的各种各样的小提琴 非常内向非常平静的一位 我在对不起序边里头都登了他们的照片 他在1974年第一次到西藏去 回来以后给我看他在那儿发的写声 对我日后到西藏有很大的影响 他现在还在纽约 他现在还在纽约 有时候会回来 那当时阿诚先生是一个在洛杉矶 对阿诚是1986年第一次发布美国 是爱阿华写作中心 安格尔邀请他去的 他由安格尔的太太太叫念华林 这个华人作家 邀请一波一波的中国当代小说家到那儿去做访问作者 阿诚就来了 来了以后呢 就在纽约他就住我这儿 到了1987年 他再度回到纽约 回到美国 他喜欢莫山基 他不太能去纽约 一直在纽约 一直在到南海 1999年 阿诚老师就是我们看过的那个电视剧 《真观之志》还是《真观之志》 《真观之志》 《真观之志》的编剧也是 吴清源这部电影的编剧 所以虽然这部电影一直都还没有上映 请大家关注一下盗版 那么还有一位就是您其实 在10月8号晚上我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提到的这个先生 希望您能来讲一讲他的 就是作品的一些关系 就是沐昕先生 大家知道沐昕先生吗 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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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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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这个 这个是比较长的一个故事 这个 长话不能短说 我简单来说 我简单来说 沐昕先生 是我在纽约认识的一个老师 他比我年长二十多岁 今年整八十岁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跟我现在差不多大 刚才有五十岁 这一把 那么 我为什么说他故事长话不能短说呢 因为 他可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 整个的一个文化劫难 和一个文化转型期间 非常罕见的能够保留 这个 这个 两个方面 在自己的文学写作当中 一个方面 就是他 没有被切断 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和古典文学的 一个内在的脉络 在他身上没有断念 他一直 把 从圣经开始 从古希腊开始 一路过来 到文艺处兴 到十八九世纪 和一部分的二十世纪 也就是说 在四九年以前 他能够到的 五四的 翻译作品当中 整个把握西方的一个文脉 而且也把这个文脉 灌注到他自己的 诗歌 散文 小说 和其他文学形式当中去 那么这样的角色 我们今天 其实很难找到一个具体的例子 但是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会引起 接近公愤的样子 意思就是说 你否定了所有写作的人 所有建国和写作的人 所有建国和写作的人 我想 我不至于 怎么说 当我介绍木星先生的时候 不至于出现这样一个结果 但立刻被理解成这样一个结果 但立刻被理解成这样一个结果 我想告诉大家 不是木星先生 根本不想读 这是另外一个事情 我想说的是 对世界的了解 一个对我们传统的了解 发生了巨大的问题 大到好像没有问题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 就是木星先生的图片 然后呢 讲一讲就是 木星老师 比如他的这些书 就是《极星判断》 《夙利之王》 《余利之宴》 《穷梅卡》 《碎翔路》 《门沙》《牧园日记》 《哥伦比亚的导演》 《霸龙》《我纷纷的情侣》 《西班牙森科术》《石经演》 这些他的一些背景 任何一个都可以 这道一可言 道一在几年前我在清朝上课的时候 他就经常就给我一些 非常有提示的问题 我这些经常答不了 他最近做的 正在做一个研究朋友一次 叫80后研究 80后研究 但是 大家不要误会 他不是在做 在做80后研究 他在做 1880年后 诞生的几位 艺术家 诗人 他们的研究 其中一位是 皮卡索 还有一位是 卡斯塔 卡普卡 斯塔拉伦斯基 斯塔拉伦斯基 音乐家 张森斯 小伊斯 庞德 庞德 庞德也是85 85 非常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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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说一些你们关心的事情 也许 我不希望我说一些 就是你们是一定我们想听的事情 我没有再画展完 我在上网 请大家 手上去上 来 来 现在是要画展 去看新疆技术的 特别的位置 不知道该怎么这样欣赏 现在有 有时候会觉得 心里很难受 看 哪些现代艺术 有一些 看一看不干什么东西 有一些画面 就是 血腥 或者是 非常争鸣 或者是表达一些 非常痛苦的情绪 您告诉我在哪里 什么时候 我回忆不起来 就是我看过 还是很多画展的 在过去几年 对 正在北京 那很好 你已经去了 觉得非常重要 但是就是有一些困惑 因为 也看过就是 股价 还有 一部新时候的一些 一些作品 然后你会觉得 看完之后 你心情会非常地好 然后能感受到 一些伟大的东西 但是 就是每次看完 现代艺术 就会非常地困惑 我就不知道 是您怎么看待 现代艺术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欣赏 好 你看了以后 觉得不舒服 但你还是去看 就后来又去看 是不是 你能不能告诉你 看了几次 大约是哪个故事 嗯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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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uba 你孩子 录 GR像 尬 真的是 période 在国家美术館 喔 国家美术館 啊 好 国家美术館 您能 sitzen European 我不是跟国家讲的说明 他们以为是我们都不要看国家的东西 我现在不是跟国家的 我看了会有另外一种 我不是在 我不是在所谓的画本 我只是提出他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来 我跟你有一样的问题 你不要以为我就能看走现在的说明 我也看没有 大量的现代艺术都看不懂 那你觉得它的意义何在呢 就现代艺术它的出入何在呢 这个就是你要教会我的地方 就不要去问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 你先去看待 先去看待 不要太快判断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国家几十年的教育 就是很快告诉你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不要去做 什么事情可以去做 那美国摧毁了我的这种教育 意思就是说 人生太复杂了 人生是个问号 巨大的问号 没有人知道人生是个问号 然后你再去看另一个事情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跟你一样 我也不知道 百分之九十的现代艺术 到底是个意思 为什么它会出现 我也不太知道 我曾经我马上还不留本新的书 今年年底 一块推出了下面 名字有点不好意思 叫宇晨南青交谈 因为我零零年回来 零零年回来 当媒体就来绕 绕了 绕了后来我给绕进去了 就是你开个专栏吧 我就在上海艺术事件 开个专栏 可是其实我刚才说了 我不是做询问 我不知道有什么要说 我说这样子 大家给我来信 给我问题 我跟大家就像现在这样 这样一半半了十二期 十二期办完以后呢 他们就说 咱们一起出个棋子 然后我就去忙别的事 一拖拖的现在 一拖拖的现在 所以现在出来了 十二个月 其中有两三个专栏 都开到你们了 大量的都是 我来信说 我们怎么看着去学习的意义 我们觉得非常成功 非常不行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东西 因为我是不可要的 还有一些小问题 就是在美国的那些博物馆 那些专会的藏品 还允许派照吗 可以啊 这就要跟我产品看了 藏品在中国不允许 没问题 除了什么产品呢 就是欧洲建篮 还有中国建篮 它就不属于它的东西 只要是属于大陆会 就是 你别把玻璃打碎的手 就包括那些纸质的 或者是捐的 那些中国 代的那些 谢谢你 那样的你想吃 你别说了呀 你别说了 快点 第一个问题 刚才你们也提议 刚到 我觉得 结束到当代 当代 的时候 然后 第二个问题 是 哪个中 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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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边缘的 或者是比较边缘的 或者是比较商业的 每月 就比如说李慎中先生 就开始有一些 实验艺术工作室啊 就是在每个人 对当代艺术的教学 我不知道 您对这个是怎么看的 很好啊 现在中国有很多 类似像李慎中这样 包括会员的 是比较 哦 那么远 他们都有 自己的一个 一个怎么说 一个教学的底气 然后 不断的 在向年轻人 怎么说 就是 告诉大家 现在艺术是怎么回事 有哪些事情发生 为什么会发生 但问题是 基本上 还是在一个 艺术圈里 可能 留意给我的教育 就是 当然 它是一个圈子 然后 它是一个 非常 非常 非常小的一个 选中的文化 但问题是 这个文化向大众开放 向大众开放 对 它给大众的一个选择 今天有 同时 纽约每天 有两百多张展览 同时在开 然后 你愿意去 你去 它喜欢 你喜欢 所以我觉得 一个城市 它长期的 在这个展览当中 和各种文艺 当中 这个城市的市面 是不一样 你如果去过 芝加哥 或者去过 什么 什么 旧金山 你会发现 有一个人跟其他地方 不一样 因为他看了很多 他看了很多 而越看了多 他会越觉得 会要给予给他一些意见 因为你看现代艺术时候 经常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就是一个内心的声音 就是是拍错 还是我错 可是有人 很少有人能够承认 是我错 或者是我不错 这个时候我想 苏格拉底那句话 就是很重要 就是我知道 我不知道 就是我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 那些东西提醒 我不知道 虽然不知道 也不所谓 但我不知道 可此前我以为 我知道 我带了一肚子 这个观念 跑到里面去 最后立刻打散 我什么都不知道 慢慢讲 是这样的 老师你好 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朱青生老师 平常跟我们 灌输的最多的一个思想 就是在现代的社会 人人都是艺术家 不知道你是不是认同 他的观点 你认同吗 我比较认同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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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如果您比较认同这个观点的话 那你跟我们之间的区别在哪呢 那是 那是 你跟我一起 我说你二十啊 我说你二十 然后你是年轻的主角 我说你二十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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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家里尔 断币维那是 给你一个感觉是什么样 断币维那是 那是 对 我会想怎么这么好 断成内 你感觉到美吗 对 我感觉很美 很美 但我以前不太关心 因为太有名了 就是断币维那是 太有名了 就是断币维那是 嗯 就是 你你你觉得怎么样 我 我不会心想 那你会 所以我不喜欢断币维那是 也不是不喜欢 但是 不会知道 没 那怎么这么美 我们刚才说的 或是当代也是 就是 她的影响 对 所以 准备奥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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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 就是万词的一个 西方人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就是 试图把那两个手臂接回去 让人看看 这姑娘原来是什么样子 我还看过她的影片 可是我没带她 所以我马上带给她看 你来做我看 你得接受她 她就是 等我们看着她 她已经是这样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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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